全台都在封拍照打卡 你們知道我在哪裡嗎 這裡是宜蘭首座彩虹天空步道 除了很多人在這裡瘋狂打卡之外 也是許多節目首選 露營的首選 因為就在我的身後方有無敵景觀 來到宜蘭首座的彩虹天空步道 超過180度的絕佳視野 整個南陽平原盡收眼底 天氣好的話 北到龜山島 南到蘇澳 讓你擰照一次拍個過影 圓山有許多泳泉 水質相當的清澈 就跟我手中這杯飲料一樣 好山好水 圓山除了好山好水以外 還有濃濃的人情味 今天我們就要去拜訪 這好山好水 好可愛的這群人 走 宜蘭原山是水的故鄉 除了台灣第一塊國寶濕地 雙蓮皮 豐沛的地下泳泉 更帶來各種濃漁業的發展 而要了解一個地方最好的方式 當然就是從美食入門囉 今天我就要來拜訪 當地一間相當有特色的小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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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好像是另外一個世界喔 美鳳姐妳好 妳好 果然我是來對地方了 這別有洞天喔 原本這個房子是做什麼用的 它是黏米場 難怪 大概有七八十面 因為我以前看過黏米場 它裡面的空間就是很大 很像一個倉庫這樣 對 妳把它改成現在這樣子喔 我聽那個原山人講 要認識原山 一定要吃過妳的料理 是不是這麼說 沒有 太誇張 但是可以從妳的料理 可以感受一下這片土地 是有這個說法就對了 對 就是說我會用的那個食材 都是用我們這邊在地的 友善的食材 厲害 先給我看一下妳的菜單 可以嗎 沒有菜單 我都是用當季的 然後當地的小農 這個時候有出產什麼樣的食材 然後我就是用它的食材 下來做料理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也是一個無菜單的 沒無菜單 美鳳姐十多年前 就跟著先生返鄉務農 擁有一手好廚藝的她 在先生的支持下 開了這間小店 食材 採用自家種植的稻米 以及宜蘭小農種植的 有機作物和有機肉品 並採用無菜單的預約方式 讓每次上門的顧客 都有新的體驗 這怎麼忍心吃它呢 這根本就是一個藝術品 你花那麼多時間 然後這樣子做出來 你確定客人 我相信客人大部分 都是先拍照對不對 對 先給手機吃 對 然後吃一輪之後 菜也完了 因為相信這個 真的是在擺盤上 美鳳姐也很用心 這有點是日式風格 對不對 因為還有這個飯糰 飯糰 對 飯糰就很日式了 開動 感覺有兩種口味 這個圓形的是 我把它稱作是 鄉村的飯糰 為什麼是叫鄉村飯糰 是因為它用了我的醬油 還有我自己做的菜脯 對 宜蘭的菜脯 這上面的這個 深色的就是菜脯的部分 是 還有醬油 然後還有在地小農的那個薑 對 然後調成一個比較 鄉村的口味 是 在這麼有氣質的一個 舊年牧場 餐廳裡面 然後吃著這個 像藝術品的美食 吃東西就要變得很有氣質 一口一口下去 不是 這個 我覺得 其實美紅姐妳 妳的料理 真的就是要細細品嘗 然後把腳步放慢 因為 我發現妳的用心 都在這個食物裡面 就像那個 妳剛才提到那個菜脯 跟那個米飯搭配了 我就覺得是恰到好吃 對 慢慢嚼真的有那個醬油 以及那個菜脯的香氣在 還有那個米飯 對 而且這個 我覺得海苔也搭配得剛剛好 真的 甚至我不用搭配其他的菜 我光吃這個飯堂 我就覺得很滿足 是 對不對 對 簡單的食材 沒有華麗的料理手法 卻能吃到料理最自然的原味 以及料理者的用心 在美紅姐的小廚房裡面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享用透過友善農法 種植出來的作物 同時也能靜下心來 細細品嘗 每樣在地食材的美味 而且令人驚豔的還不只是 主食套餐 在這裡的甜點 也透過不同的食材 奇特的組合 創造出了絕妙的火花 除此之外還有甜點 對 先介紹這個蛋糕之前 我先想要這個 嚐嚐這個捧米香對不對 對 這個是我們家的米 對 這也是我們家的米下去做 然後 捧米香 對 你可以吃一下它那個味道 是 看你吃得出來 這是什麼味道 有一個焦糖 吃得出來嗎 有點鹹鹹 它有一點甜甜鹹鹹的 對 有一點起司 為什麼 對 其實豆腐乳 其實很好運用 這是一個朋友 這是豆腐乳 對 豆腐乳的口味 它怎麼會有起司的口感 所以很多人都是稱這個是 豆腐乳是台灣的起司 這個好好吃 可以給我一杯咖啡嗎 我覺得它也適合配咖啡 對不對 因為它有一個起司的香氣 然後又有我們米的香味在 對 那你一定要再嘗試這個 吃看看 跟一般的起司蛋糕 我看感覺上有什麼不一樣 你真的是把豆腐乳 發揮到淋漓盡似 我覺得這個跟本地方 有異曲同工之妙 它也是帶一點甜甜 然後裡面有一點鹹鹹 對 比較不會膩 對 真的是太令人驚豔了 所以圓山其實有很多 在地的小農 你就結合他們的這一些農產品 來創造出這樣的料理 是 其實我們圓山這邊有很多 特別是深溝這裡 有很多很多 很可愛的那個小農 是 然後很多人 失物都是非常的特別 所以還滿建議說 你可以在這附近走走看看 有種慷慷 對 認識這些小農 然後其實像在隔壁 就會有一間很特別的小店 它其實也是我的菜市場之一 所以我要買一些蔬菜 水果 我可以到隔壁去對不對 然後你過去 對 很特別 然後你過去之前可以找一找 你家的書櫃是不是有一些 二手書 可以準備一下 所以 那個小服 我要去隔壁的小鋪 我要帶書過去 是 我去蔬菜水果攤帶書過去 對 就在隔壁 是 把你家的舊書帶幾本過去 也太特別了吧 美鳳姐的料理其實都不是功夫菜 但在裡頭卻處處都是功夫 只是那些精髓都不在料理上 而是在構成美食的食材上 所以桌上的餐點一擺出來 美鳳姐都能一一細塑這些食材的由來 讓吃的人能夠一窺這些食物 背後的精彩故事 享用完美鳳姐熱情招待的司廚料理 我也要去準備一些舊書 看看美鳳姐推薦的菜市場 到底在賣什麼關子 這奇怪了 買菜居然叫我要準備書來 好了 我準備兩大袋的書 這家店 這是賣菜的店 怎麼會要準備書呢 太酷了 真的是黏米場 你看這是早期那個黏米的地方 這個應該不能開了 這家店跟美鳳姐那家店好像 感覺是另外一個事件 確定這個是賣菜的地方嗎 而且這邊有很多的那個明信片 而且這同一個人耶 你看這還有報紙在介紹它 有沒有看到 而且就全部都是手寫的 這個地方很文創耶 該不會我帶來的書跟這裡有關吧 這個也太衝突了 你看 我站在這店的中間 右手邊是滿滿的書 左手邊就是這一些小米 所種的一些蔬菜水果 這個更厲害的是 這家店 沒有老闆 我發現它這邊的書種類很多 但是仔細看的 好像都跟吃的一樣 只是說我要怎麼買東西咧 我好像看到有一個 跟明信片上面的人很像的人物 嗨 可以打擾妳一下嗎 可以 不好意思喔 會 這個隔壁的大姐跟我講說 我要來這邊買菜要叫我帶書來 那妳不會覺得這個地方很特別嗎 就是要買菜要帶書來這樣子喔 不會喔 不會喔 請問這邊是書店還是賣菜的地方 這邊一半是獨立書店 這邊一半是共同商店 然後就是附近的農友 然後會把他們的一些作物 然後或是加工品 然後放來這邊自己上架 美容姐說它是很多的料理的一些 菜水果也是來跟你買的是有 跟我們買也有跟就是一樣 就是這邊的農友買 是 但是它叮嚀我交代我說 我一定要帶書來 我帶書來是要做什麼 就是我會看妳帶的書 是不是我需要的 如果是我需要的話 我喜歡的話 就是妳可以在這邊換菜 或是換水果這樣子 我可以用書 換菜換水果 意思是不用付錢就對了 對 就以物以物 可是 要妳滿意的 對 老闆娘因為喜歡閱讀 返鄉務農後 卻發現農村最難找到的 居然就是書店 所以便興起了結合書店 和農產小鋪的念頭 並嘗試用以物易物的方式 來買賣 而這些我精挑細選帶來的書 到底能夠換到什麼呢 葛雷的50到1米 說好的幸福 這本書我先留著 對不對 這兩本我先不割愛 感覺這個我也可以 以物易物 你有沒有看到喜歡的呢 這個是 這一區是完全不考慮的對不對 完全不考慮 對 你尊重 尊重個人需求 這 這 這個 這個妳是很生氣嗎 為什麼妳看這個 有一點是 沒有用 沒有用 所以最後這四本是留下來的 對 這邊都是不要的 對 那妳可不可以跟我們稍微 透露一下 妳個人的喜好是怎麼樣 就是哪一些種類是妳喜歡 哪一些是妳完全不會考慮的 哪一些 真的 像 那種醫 就是醫療保健的 然後 就是 就是 不會收 醫療保健不收 對 然後 她是那個 談情說愛的 談情說愛的 就是這種 比較激勵的吧 是不是 然後就是有像這個 太正面了 妳也不喜歡 對…太正面了 太正面也不喜歡 對… 勵志的我不太喜歡 所以妳是暗黑老闆娘 對 太勵志的也不行 杏林雞湯的都不行 對 太勇敢了 我也不太 那感覺我好不適合這個地方 我就是一個 非常正面積極向上的人 然後像金融 金融的也不敏 對 因為妳個人對 義務有興趣 對賺錢沒興趣 沒有 那個 不會 她不會才會看這個 我跟你講 所以我才覺得就不用 我是那年紀的帥 我就覺得這個命 不要 很堅實 很堅實耶 說話慢挑詞裡的老闆娘 挑起書來 可說是壞 狠 準 幾秒鐘就能辨別淘汰與否 老闆娘透露 她收書的偏好 以食農 軟調文學 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書籍為主 下次要來以書換菜的朋友們 記得帶這類型的書準沒錯 究竟我這四本書能換到什麼呢 試試看 我可以換到什麼農產品 可以換 一袋檸檬或者是 一條冬瓜 一條冬瓜 對 因為我們是個團隊 冬瓜很難分 我選檸檬好 這個檸檬好 好不好 這個感覺是 野生檸檬的感覺 不是 它是 草生檸檬 然後 它是 果皮的五指檸檬 然後是兩個女生種的 真的喔 對 他們一直還滿堅持 不用農藥 不用化學費用 然後一個一個淘汰 就很辛苦 所以我這兩本書 可以得到這個檸檬 對 這兩本書可能就是妳 妳是送的對不對 也可以再挑 還可以再挑 對啊 那這兩本是可以得到什麼 地瓜 可以得到地瓜 那我看有沒有比較 都是一百塊耶 對 它的均衣就是 量都已經秤好 帶了兩袋書 最後呢留下來的是四本 然後我們各得的 我們換...交換到的是 一袋檸檬 一袋地瓜 這個地方真的是 太有趣了 以物易物 感覺是一種交流 把好東西 對不對 換一些好東西回去 是不是 就是這樣可以增加 大家願意把一些書帶過來 然後用我們這邊的農產特... 特色地產 是 換給它 因為如果它過來這邊 就是如果還是用錢 我覺得就滿沒意思 我也希望就是推廣一些 我們在地的 就是農友種出來的好東西 就是像我剛才講的 好的東西交換好的東西 各取所需 那妳願意再可愛兩張明信片給我 我可以啊 可以喔 反正那不是我做的順便 成功 有趣的以物易物方式 讓我認識了這可愛的 暗黑系老闆娘 以及文清風的蔬菜店 而這些看天吃飯的農夫 天氣差怕收成不好 收穫太多又怕賣不完 你們知道生產過剩的稻米 該怎麼解決嗎 接下來我要去的這個地方 就提供了最好的答案 大家從這個酒瓶就可以猜得出來 這過剩的米要怎麼處理 因為大家現在沒有辦法 聞到這空氣中瀰漫的味道 但是從酒瓶就可以知道 這過剩的米應該要怎麼辦 是不是 大哥 你好 廖周瑋 你好 不是 是 這個是以前我爸爸那個年代 那個藥酒耶 這個是海馬 這是藥酒吧 你身體的 它是藥酒 可是在我們標準的酒廠裡面 因為我們不是藥廠 所以我們要用法規裡面講的 一個在製酒 所以這一個陳列牆面 都是屬於藥酒 稱它叫在製酒 在製酒 就是米酒跟一些 就是喜歡想要的這些食材 混合在一起 對 沒有錯 這個都大概釀多久時間了 這個陳列牆面 大概花了我15年的時間 15年啊 因為只要有農民 或是有我們的朋友告訴我說 這個可以做酒 你把它給做出來 這邊有10 那我想要喝成年水果酒是哪一個 成年水果酒 對 我可以讓你喝一個 它這邊有標示 94年做的洋蔥酒 馬大哥說 因為宜蘭原本就擁有良好 純淨的水質 所以一直以來 都是適合釀酒的好地方 而這幾年 為了開拓商機 馬大哥也陸續 開始跟地方的小農合作 將小農種植的各種作物 拿來加以泡製收藏 而今天馬大哥推薦的 成年洋蔥再製酒 究竟滋味如何呢 就讓我好好的替大家品嘗一下啦 怎麼那麼好喝 這洋蔥的甜 全部都在這個米酒裡面耶 你光是聞我 其實聞不出洋蔥的味道 可是你一喝的時候 我幾乎你所有的洋蔥的甜味 都在這個米酒裡 其實我們會有這種概念 就是當我們農產品是 很多的時候 它沒有出入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用簡單的方式 把它保留下來 保留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帶動一些 商業上的一個氣質 讓所有的人都贏 因為消費者他泡了這個推特 他可以對自己的整體健康 農民他就可以把他的洋蔥賣出來 我們這邊小農增成了久 他就會解泡物 所以整個流程下來 設計就是希望說 所有的農產品 所有的消費者 以及我們工廠 都能夠真存下去 做一個比較好的東西 可以給外面來去使用它 其實再製酒的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再利用 對不對 這一些所有的東西 把它組合起來 你看那個創造的另外一個生命 另外一個家 這洋蔥酒順口好入喉 又帶有洋蔥的甘甜 讓人一喝就上癮 而酒牆上 還有許多不同的再製酒 每一桶的滋味都很獨特 不過馬大哥卻向我推薦其中一款 他說裡面的作物 我一定猜不到是什麼 到底是有沒有這麼神奇啊 猜不到 感覺我好像認識他 但是目前他 這個你遵應 我就不相信觀眾馬上猜得出來 苦瓜 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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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梨 鳳梨 可是這個鳳梨的 又好像不是 又好像不是鳳梨 酪梨果 不是 紅蘑非常多 仙人掌 沒錯 就是仙人掌 這是仙人掌 那這個可以嘗一下嗎 當然可以 想不到這神秘果釀 居然是仙人掌 這仙人掌果實我是吃過 但仙人掌酒 倒是我第一次體驗 不知道滋味是如何 喝看看喔 吃不出來的感覺 我不喜歡 而且它比較嗆 它有點滾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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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濃濃的 你看那個彈的 滑滑的 然後 它就是 因為那個味道很陌生 但是它那個 我覺得它比那個洋蔥酒來得強 因為洋蔥帶一點甜 這個 但是我跟你講 喜歡喝比較 嗆比較濃的 我覺得要來挑戰這個 再喝一點這個 這個味道很驚喜 真的很驚喜 好快喔 好快喔 很像那果凍 但是它是有很濃酒精的果凍 這個應該滯銷吧 對... 這個... 沒問題喔 這個東西如果再拿去做蒸餾的時候 它的口感就會變化 品嘗完讓人心驚膽戰的仙人張酒 接下來就要進入正題了 馬大哥說 小農們生產過剩的稻米 都是委託它製成米酒 米酒可以說是台灣最普遍的酒 但它出品的小農米酒 可是有獨門的製作方式喔 這裡就是釀酒的地方 來 這個 這個 就是我們獨特的一個方式 是 因為把小農的米磨成米漿的形態 磨成米漿 因為一般 很多所謂的阿米諾法 它其實是用鹽酸下去 把它米分解 我們現在是用磨米機 把米磨成米漿 磨成米漿 再來去讓它變液態的方式 可以 一般我們知道這個米酒的釀製 就是直接米讓它發酵就好了 對 很少有看到就是 這個還要經過這個 這個還要把它磨成像這樣 米漿這樣子喔 對 那這個都是小農的米 來到這裡 然後把它磨... 磨成這樣子 像漿一樣 對 所以這邊的米酒 是要把它磨成像這樣白白的 像那種豆漿的感覺就對了 對 然後才把它製成 然後就... 再進去旁邊熬煮 所以這邊多了這一道工具就是 磨好的米漿 緊接著要放到大鍋中熬煮約45分鐘 並加入液化酵素幫助米漿水解 然後再轉移到發酵槽中等待發酵 而接下來馬大哥要我換裝消毒 因為釀酒最重要的部分要上場囉 隔壁有沒有 這是製酒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對不對 一個酒的成敗 就是看你這曲做的好不好 對...沒錯 概念非常好 所以曲是 對 沒錯 我們講說酒製的果 就是曲 曲喔 對 這是曲... 曲種 這是什麼千年老曲的 像發酵 它是很濃密的米在上面 我們是從日本來做 我們叫曲種 曲種 它就這樣它已經發酵 它也是像那些這樣子 它在更特別的溫度裡面 去控制它 讓它長 曲包子盒 然後直接包子讓它在裡面長 這個要怎麼製作 這該為這個也剛好你吃 這個就是能吃的 你可以把它吃一點 你把它吃看看 你吃 你要咬... 你會覺得它有特別的味道 我們主要是希望它的是 外硬內軟 QQ的很Q 它真的是做飯糰的感覺 很乾爽 然後這是外面 然後讓它粒粒粒粒粒的感覺 那我們要怎麼去把這個曲做出來呢 飯蒸熟的 像這樣子 要攀涼的 要讓它再變涼 對 大概已經翻了35度 有30度之後 攀涼之後 我們等一下就會來接曲的動作 所以我們要先把它翻... 馬大哥說 麴峻喜歡濕熱的環境 而剛煮熟的米飯 要先攪拌降溫 等降到適合麴峻生長的35度後 就可以撒下麴粉 然後再翻動讓麴粉和米飯 充分結合 接著再撒麴粉 這次就輪我上場囉 很像小朋友吃飯 要撒海灘一樣 對... 均勻地撒上去就對了 還有這個需要力氣天分的人 其實很適合我 對不對 細緻的動作 均勻地撒上去 有沒有 薄薄的一層就好對不對 對 均勻的 炒得很好 我剛剛這段還一點點 對... 我這麼多還太大 所以我這邊又很適合 來跟妳一起工作了 可以了 完全 真的像是不是 欸 沙耶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那撒完第二次了 還要再翻 我們把它翻一翻嗎 我們等一下就會堆 把它堆起來 撒完兩次就可以了 對 把它堆起來就好 我們還是把它堆起來 可以 撒完麴種之後 還要再次翻攪米飯 讓麴種能夠均勻沾附在米粒上 最後將米飯堆疊起來 並用布包著 讓米和麴在這個溫窗中 可以靜靜地結合滋長 時間是個很神奇的魔法師 三天後 久的靈魂米麴就算大功告成了 接下來就可以把米粒 加到發酵槽和米漿結合 讓澱粉經過二到三週 轉化成酒精 最後再透過蒸餾的方式 以高溫將米酒蒸餾出來 如此大費周章的小農米酒 就讓我搶先試喝一下吧 晶瑩踢動了 這是水喔 這個就是剛剛跟您介紹的 最後一個製成蒸餾出來的酒 這就是米酒 對 我花了一個燙我的努力 終於看到它本尊耶 跟泉水一樣耶 晶瑩剔透的 對不對 對 要不要試看看 最新鮮的喔 最新鮮的喔 最新鮮的 太酷了啦 但是這個是蒸餾出來的 對 這個酒精的濃度是VS 先喝看看 拆看看 好嗆喔 我先沾一點點 好喝喔 但太濃了 這個感覺很像那個高粱 你知道嗎 這個目前現在的酒精度 度會比高粱還要高 難怪喔 我現在全身發燙 可是怎麼會這麼順 這麼好喝 這麼香 因為我們小朋友的米 它是其實是一個 有機栽培的一個方法 這真的好厲害喔 這個還不用放成年耶 它就已經算是很順很香 只是它 我覺得它因為它很嗆 因為它是鮮酒 鮮酒 對 所以它需要一點點時間 對 讓它變成 就是沒那麼嗆對不對 對 這真的很過癮 你沾一點點 你就可以完全感受到 我的米酒了 像 棉花一樣化開的 是 而且你是充滿整個身體 在你身上亂竄的 我才在沾一小口而已 我再沾一口嗎 好過癮喔 基本上我只沾了一滴而已 可是它那個真的 酒精的濃度非常的高 你覺得它大概幾% 64%左右 64% 我感覺好像真的超高的 那這一杯我跟你講 你可以喝一天 對不對 這真的 除了客製化的小農米酒 馬大哥還利用米麴 製作特別的乾酒 外表看起來像粥 吃起來卻有酒釀的清甜 有機會一定要品嘗看看 而接下來要去拜訪的達人 除了也有小農米酒之外 聽說它還讓米酒再進化喔 現在我們要拜訪 另外一個小農 聽說也是這個米酒的愛好者 它可以讓這米酒 可以創造出另外一種生命 到底是誰呢 張茵 歡迎 妳好 妳來了 妳好 這是妳的小孩 是 小小農 是的 小農 小小農 沒錯 聽說妳可以讓這個米酒 創造出另外一個生命就對了 沒錯 妳們是怎麼讓這個米酒 有一個新的生命出來 這個是商業機密 不太能說 而且我們等一下要到田裡面忙 等一下要去田裡面忙 現在這個不是休耕的時期嗎 妳還要到田裡面忙 這個時間點要去田裡面忙一些事情 是喔 跟著我們走就知道了 這依然可是一年一做耶 明明現在是休耕的農賢時刻 田裡還有什麼活可以做啊 該不會是呼嚨我吧 大姐 這個時期是休耕時期 我們來田裡要做什麼 而且我怎麼看到有一台大型的這個 機具在田裡面 是 我們這時候雖然是休耕 可是因為我們要 讓地主可以順利的請領修耕輔助 所以我們在這個田地裡面 有灑上綠杯 就是你看 像叢林一般的茂密的 這個就是田精 我們現在那台機器是頭下褲打 他是在把田精 就是往土裡面打 打到田裡面讓它捕爛 然後成為這一塊地的養分 把它成為肥料 再重新滋養這片土地 是 這樣感覺是一種源源不絕的概念 只會越來越營養就對了 對啊 那我們人來這邊做什麼 有這台大台機器就好了 我們人來這邊就是除田跟草 田可能就是兩塊田交界的那個界線 分界線 對 那我們除田跟草器 是主要就是讓它不要草長這麼茂密 因為我們沒有灑除草器 所以我們必須用割草器割草器 一來這個割草器有兩個 一個是保石田裡面的整潔 二來是讓地主開心說 就是你有認真在田裡面工作嗎 所以田裡面的有大型機具 田梗就是靠我們雙手田裡面 是的 對 我們友善小農 就是要雙手萬能一直除草 聽完有點不太喜歡太友善 沒關係 我們小農友善就好 你可以喊我們的名就好 沒關係 你友善我們 我們加入友善的行列 好不好 全部靠雙手不買除草器 對不對 對啊 走了 佳麟說 宜然就算是休耕時期 田裡也有許多的農活要幹 除了要種田精當濾肥 最麻煩的就是要持續的除草 為了對土地友善 佳麟堅持不使用除草器 但是人工除草 那辛苦的地方真的是慶祝五難書 講也講不完 妳的手力成為我的擋箭牌 好喔 然後妳在蹲跑 你蹲的話 妳這樣蹲比較好 妳可以這樣蹲 然後我就放它 然後我就放它 趕快 來 她 你這樣掃看 這真的很蹲 難怪她做到田地武裝 她有時候雜草噴還好 有時候還會有那個小石頭 你看這個 這個叫小石頭 這個都會輸 你還講小石頭 所以他就說 你對這個體制有不友善 它就是在討厭你的機會 你要讓它的愛要夠濃烈 你才會一直要用 人工的方式來製造 不然很多人都放棄 直接用製造 把這個農藥 就讓它炒 就不會再炒 只是專業的體制 就是人力真的是 你要吃到有機的東西 真的是需要花費很多的 心吃跟心苦 最辛苦的地方是除草 因為老實說除草其實有一點美妙 就是你只要花個短短的時間 你就可以把草除完 可是你如果除草 你就要花一倍甚至兩倍的時間 才能把草除掉 對 所以我覺得友善根做真的滿困難 就是除草 然後因為 而且因為你不用藥 所以你的作物可能會因為 因為你沒有用藥 所以可能被一些 一些蟲害給攻擊 對 就這些環節是滿辛苦的 千年級生的佳麟投筆從農 放下碩士的學位 返鄉學習重道 一個念頭的轉換 不但讓她的人生 就此轉了個大彎 也讓她在天中 找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並有了可愛的愛情結晶 四年來 夫妻倆一起種田歌道 實踐了佳麟的歸農夢想 只是傳聞中的小農米酒2.0版 究竟是什麼呢 少爺哥這杯給你 就是這一杯了 小農米酒2.0版的 這個不是米酒吧 它是加了蒜頭的蒜頭酒 是非常濃的蒜頭味 蒜頭來自雲林 這個感覺有點像喝鹹精的感覺 那個顏色 那個色澤 它會很補 這真的很濃 這個 但是裡面有酒的成分嗎 有 我們是用四十度的米酒 下去泡的 這感覺好像 這種雞湯還是 那種鹹 對 很 精華就在這裡 這一杯很濃郁 請喝看看 濃縮再濃縮 是不是 可以 這也太濃了吧 整個一喝整個身體都暖起來 對 等一下會發熱冒汗 剛剛入口的時候有點嗆 可是當你喝下去之後 它會有一股暖流這樣子 從味這樣發散出來 好濃喔 而且這個蒜味好足喔 這個是用多少的蒜去 放在這個小濃米酒裡面 比例上是9是2 然後蒜頭是1這樣子 這個蒜頭才1 因為是來自雲林的蒜頭 所以你才會覺得它的味道 特別的嗆辣帶勁 你明明住在宜蘭 我今年 所以你是 住在宜蘭 然後運用你 老家的蒜頭 老家的蒜頭 對 還有我 跟在地的小濃米酒做結合 這個真是意外的搭耶 這也反映了你在這裡的生活 是不是 對不對 像那種事嗎 對啦 你一個雲林人 來到宜蘭生活 結果沒有想到 意外的跟這一塊土地 就是很和諧 對 被這邊的土給黏住了 我是農家子弟 然後 老實說跟很多農家子弟一樣 是小時候 從小到大是討厭農業的 對 然後我一直到大學的時候 讀了一本《江湖在哪裡》 那我就才意識到說 農村其實 它的破敗凋零是有原因的 那我就是 心裡有點不甘願 就覺得說 我討厭這麼久的農村 其實它 它是有它的故事 它是不得已才變成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 就是後來就 就是要找尋答案 就跑去讀研究所 那讀研究所的過程就是 有參與台灣農村陣線 就參與一些社運的一些活動 那 在參與的過程 就開始覺得 我越來越想回去農村了 對 然後 那所以在參與這個小天井的工作計畫之後 就是 因為這也是 這也是我想要 我本來就想 想回到農村 然後參與 透過這個計畫就 順勢而留在這個聖溝村 繼續種田 雖然 雖然 剛開玩笑是說 得到了一個老公 生了一個孩子 那我最大的獲得 是我覺得 我留在農村了 因為我覺得 農村是需要 需要 需要人的 而且我 我老實說我吃了 農村一輩子的奶水 我覺得我應該要回饋它 對 雖然這樣講有點太僥倖 可是我覺得 農村需要人 然後我也需要農村這樣子 透過與土地的接觸 喚醒了佳麟對農村的愛 並堅定他歸農的意志 過程雖然辛苦 但夫妻倆用心經營 除了友善稻米和小農米酒 更進化泡製成蒜頭酒 據說蒜頭酒除了直接喝 料理更是一絕 來 給我 驚喜我 金黃色的啦 這個你確定一般人 能夠承受得住嗎 很少有美食當前 我可以就是 承受這個太陽的酷晒 然後不跑到室內去 就是因為這個 真的是太吸引我了 對啊 好喝喔 怎麼會這個蒜頭 這麼討喜啊 因為以往蒜頭有時候太嗆 人家會受不了 對 反而會讓你就討厭 你這個放在雞湯裡面 我真的覺得就是 整個那個蒜頭 就會變得一個 很讓人願意去嘗試 跟接受的一個產品 對…它的氣味 變得比較溫潤一點 所以你在煮這個雞湯的時候 是加這個蒜頭米酒嗎 有 我在雞湯快好了時候 再加那個米酒下去 再把它加上去 對… 我講真的 這個雞湯喝完 整個 都回來了 對 都養足了 這個絕對不是 只有小農民酒 放進去這麼簡單吧 你有沒有什麼撇步在裡面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 我煮蒜頭雞的方式是 新鮮的蒜頭 我會一部分用油下去憋 下去炒 讓香氣先再出來一點 對… 炒有點焦香 再加入雞湯裡 然後雞湯裡面 還會放一些新鮮的蒜頭 下去煮 它的那個湯就會變比較濃郁 它的蒜頭香氣就整個散發出來 所以有熟的蒜頭 也有生的蒜頭 是的… 再加上蒜頭小農米酒 對 讓它層次整個豐富起來 難怪我就覺得這 這蒜頭雞湯不是一般的蒜頭雞湯 是可以 對… 就大太陽底下 你居然可以享受蒜頭雞湯 這真的就是 這雞湯真的太吸引我的注意力了 那真的我不能客氣了 好 請用… 這一鍋我真的分享給 在座的工作人員 他們一定不敢相信大太陽底下 喝一碗這雞湯 真的喔 農村 農村滋養的是所有台灣人 但是農村的再造與活力 卻需要更多的人加入 讓這片生養我們的土地 能夠延續它肩負的使命 在宜蘭圓山這塊水之鄉 聚集著一群有趣的小農 他們與土地對話 友善耕作 並發揮特長 讓料理變得健康有特色 讓小菜鋪不只只有菜味 還有濃濃的酥香氣息 謝謝你們 為農村注入了新能量 讓台灣也有好時光 這個育兒的 回送給我們製作 他育兒有一些障礙 常常在車上聽到他在分享 養小孩的那個媽媽記憶 把這個活躲在 超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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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這些都有障礙 對 這一個 我也有障礙 妳也有障礙 對 不要把時間都在摘端啦 還有 還有 三個人的釀 釀 釀酒師 因為他 我們只會動可以拍 我們那裡試一下 你試一下 好 好 好